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應付11個航母戰鬥群 以及維持800多個軍事基地的日常開支 這筆費用不僅是消費 簡直是龐大的天文數字 美國之音中文網報導 美國只有4座軍用造船廠 海軍艦隊的大量維修保養 必須依靠民間商業船廠 但在全球化工業大轉移 國內政策變化等種種因素的衝擊下 美國造船工業的規模 幾十年持續大幅萎縮 要維護支持一支龐大的海軍 在和平時期就已經力不從心 根據美國政府問責局 今年2月一份報告指 目前美國的大部分潛艦 都無法按時完成維護 調查人員發現 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 海軍潛艦按時完成維護率 只有四成六 在414艘需要保養維修等潛艦中 只有191艘按時完成 總計延遲高達2525日 有美國海軍中將曾透露 大量積壓的維修工作 可能會令相當於15艘潛艦 限制長達幾個月 意味著前沿部署部隊的潛艦數量減少 國會預算辦公室指 缺乏技術工人是海軍的一大難題 預計每年平均勞動力短缺4.6% 海軍將在未來30年內 都將面臨維護延誤的問題 美國國防部的研究報告指出 美國的造船業在2000年之後 流失了大約2萬個技術熟練工人 而且這方面缺口持續增加 正當美國造船業逐漸衰落 中國造船業正迅速崛起 美國國防部在2020年 提交給國會的中國軍力報告中 列舉了幾個中國和美國持平 甚至超過美國的領域 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造船 報告說按敦緯計算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 而且正增加造船業 所有海軍級別的產能和潛力 也有數據顯示 中國大型遠洋船舶 年造船量為一千多艘 而美國只有大約十艘左右 有研究人員認為 美國高層官員要認識到 現在迫切需要加大投資 美國本土造船能力 美國不僅要建造軍艦 還要建造一支遠洋大型商業 貨船船隊 而確保一旦中國利用其商業 海上力量實施禁運或配給 美國基本消費品供應不會中斷 在未來的核心 海上力量實施禁運 規格 海上力量實施禁運 各埋伴 亭 海上力量實施禁運 路